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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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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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标定的这个程度呢 做到了一个顺时中断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也就是说我介入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会放开 那放开的这个时机正好就是我转向这个部分的时机 所以说它对于整个车辆在稳态控制姿态下去给到的这个 车身姿态控制和稳定做的非常棒的 而且它的这种中断状态呢 有一点点影响到了驾驶部分这一块的一个畅快部分的这种线性感受 但是并没有太多意义上去干扰到驾驶者 所以就这一点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车型在这方面做的还不错 OK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刚才是65公里每小时啊 那么我们这一次尝试提升车速到70公里每小时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车身的姿态到底表现如何 70公里每小时ESP激活状态绕装准备开始 这个声音还是很好听啊 好 我们稳到72 71 70 进装 来 推头了 推头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车型 ABS部分的这个制动呢 是属于制动一下放开再制动一下再放开 所以它本身介于这种非常绵密的ABS介入的状态下呢 会让你的轮胎保持一个相对不错的抓力的同时 还能够让你维持一定程度上的转向 但是受制于这个车身的尺寸长度 以及自身的重量 还有当前通过的车速上面的一些影响的话呢 导致这个车型它本身在18米装具下 去给到的这个绕装贴近部分的过程相对来讲是比较贴力一些 所以这种状态下呢 导致这个车型它自身能够去给到的这种灵活劲会稍差一点 但是控制程度做的还OK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那么现在能够知道的就是这个车型 可以以60公里和70公里 65公里和70公里这两个时间节点 或者说速度节点去做 那么接下来我们尝试在65公里车速下关闭ESP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型绕装部分的一个姿态 有一个好消息是它的这个车型的T3S天零控制系统 是可以在一定速度上面保持关闭状态的 那至少70公里每小时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试一下70公里每小时 在TCS关闭状态下整车部分的表现 OK 我们准备走 以GPS的实地收速为准 67 68 69 70 71 好 松开油门 进装 哎 进不去了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转向部分 这个多了半圈的这样的一种设定 其实实际上是让我稍微有点难受啊 因为当车身部分它的回摆姿态没有跟上的时候 其实实际上它整体的这个转向部分 你想再快一点去转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节度上的一个紊乱 那与此同时多出来的这些小半圈旋转的方向盘的角度呢 也干扰到了我进一步的去让整个车辆的循迹呢 保持到一个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入装角度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的话呢 这个车型它现在应该欠缺的是 有关于运动模式下这个车型给到的一个更精准 虚位更小 转向角度更大的这样的一个转向齿比部分的一个调教 这是第一 第二是 原则上来讲的话 其实也还是可以去加装更多的一些这种东西 比如说电子悬架啊 包括像这个减震阻尼部分的一些油压 这种流体上面的一种压力上的改变 来进一步的促使这个车型能够去稍微偏向一点点运动的这样一种表现 会对于我们驾控这边的精准程度 包括驾驶程度的愉悦度上面来讲的话 会有一个更为明显的提升 65公里迷路并线 准备测试开始 ERC激活状态 以GPS的实际车速为准 我们给到67 然后丢开U门 让它的这个车速呢 逐步自己回落 66 65 好保持住 看看行不行啊 啊不行 这个 车辆部分目前保持到的这个姿态呢 总体来讲的话还是数据到了这个车辆 它在转向部分 多摔着那小半圈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导致了这个车型 它在转向的时候没有办法去转到我想要的这样的一个转向角度和位置上 这是第一 第二是整个车辆 它的这个过于舒适的悬架呢 还是阻碍到了这个车型 它整体的这个侧倾 在压制之后回弹的这样的一个车身姿态 那像这样的一个回摆呢 一定程度上会帮助到我们的车型去做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 闪避部分的一个效果 OK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尝试再来看一下 第二次65公里迷路变现测试准备开始 以GPS的实际车速为准 我们给到69并且控制相应的车速到65啊 好66.1级啊 接近65 好 尽装 你看就小了这半吧 即便是我现在能转的过来 我也控制的非常非常勉强 所以在这几次的迷路变现当中呢 我们认为说这辆车型目前地道模式 ERC包括T3S开启状态下 能够通过的极限状态的车速 也就是65公里每小时 如果再往上去逼的话呢 比如说到67或者68 这个车型相对应它现在的悬架部分的回弹意志 包括回弹部分的节奏 以及整车在弹簧中段给到的支撑弹力上面 包含咱们现在说的这个转向部分 在你打到这么多的时候再往下去打的一圈 跟手部分这一块的转向持比 这三点做的都没有去 有足够的底蕴去支撑我完成一个更高车速下面 去通过迷路变线这样的一个测试 所以目前可以看得出来这台车型 它整体的这种标定和取向都是以舒适 舒服为主 然后给到一个相对应稳妥的标定就可以了 它并不是一台与运动取胜的这样一台车型 当然我们还是建议说它能够稍微顾忌一下 这种转向部分的精准以及悬架部分的韧性 我觉得可能会变得更好一些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辆车型80公里速度下的噪音表现 首先我们先是要激活这个车辆的ACTS摄影巡航 然后呢我们要给到80公里每小时 好 给到80 准备 开始 好 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80公里速度下的最大噪音 80公里速度下的最大噪音分贝值呢 为69.2分贝 69.0分贝 所以从这个车型整车的NV车上面来表现 来看的话呢 那么这个车型 在前排以及后排当中对比来看 前排部分的噪音一直都相当出色 而后排次质 那在整车的这种设计当中的话呢 我们在右后方或者左后方 能够体验到更多的一些这种噪音 主要是轮胎滚动手的一些噪音 还有就是轮煤 包括内衬叶子板这个部分的位置 会有一些轻微的这种轮胎滚动的噪音能够出来 但是还是能够有一部分的这种过滤的效果能够体现出来的 做得非常好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100公里速度下的噪音测试 好 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10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噪音部分的表现到底如何 100公里每小时 100公里每小时 这台车型目前所给到的噪音显示为71分贝啊 这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数值 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 无论是在60分贝 无论是在60公里速度下还是在80公里速度下 或者是100公里速度下的这个范围内 那么都能够去维持到在71分贝以内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数值表现 其次就是对于在高速行车下的时候呢 人的耳压部分这一块也没有太多一些影响 所以在车内整体的NVH当中 包括整个车门部分的密闭以及这个换气的这个部分的设计当中啊 都考虑到 而且像这台车型更多的意义上面 还是对于整个这个悬架部分柔韧的一个支撑 那么即便有一些细微的颠簸和震动 包括路面上的一些这种粗的地青 去反馈或者说回弹到整个轮间部分这一边整体的一些 这种滚动时候的一些沙沙的声音的话呢 也是压到了一个极低的状态 OK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型转弯半径部分的表现 那么在当前的这个车道呢是一个双向六车道的这样的一个车道部分的设计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将这台车型的目前呢 以这个30公里的车速呢 进行日常部分的一个驾驶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在转弯部分呢 去做一个掉头部分的动作 以此来看一下这台车型有关于它在 掉头部分的时候 这个车型整车部分的表现到底如何 好减速 转弯 一条车道 两条车道 两条车道 两条车道刚刚够用 两条车道刚刚够用 那你们也能够看到的一点是由于本身这个车型的轴距相对较长 车长部分呢也是在五米左右 所以针对于像这种状态下的话呢 它是特别需要的一个这种 能够小幅度就能够转向的时候 精准控制整个车辆在转向部分的一个循劲的 这样的一种设定 所以针对于这台车型来说的话 我们还是需要有更多的一些这种运动特质啊 包括在转向部分这边 相对更精准的这样的一种转向吃笔调教才能够变得很好 好 接近了这个石头路面 左前车有轻微打滑 但是整车部分的表现不错 接下来我们来看更复杂一点的这个路况 我们小伙子告诉我 我们这个车辆目前已经悬空了 悬空了以后呢 那目前当前这个车辆呢 本身的这个车身姿态并不够倾斜 但是夹杂柱部分其实已经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轮件线滑 TTS介入 千里控制系统介入 我只给到了1500转不到啊 多一点点 它是通过后轮部分的一个制动 强力的去把整个后桥部分的推力呢 往前去给 这样的话呢 才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种 脱困的性能表现 但是咱们都知道 这个马牌的VSport这套轮胎 具备有一定的这个野外路况下的适应能力 但是并不是太强 因为它毕竟不是ET胎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车型的底线 包括知道这个车型的能力在哪里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现在车身已经完全倾斜 脱困上面这块呢 也没有大的问题 可以看得出来 轮件这块的锁纸效率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车身刚性 OK那么接下来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今天的主题测试车型 林肯的全新航海家 也就是目前长安林肯所国产的这一代车型啊 它能够给到的一个最为极限的状态 那么我们今天这台车型呢 已经来到了目前场地当中 最为初级的一个交加轴的场地当中 那你可以看到的是在我们之前 攀上延时的这段路上面啊 其实这个马牌轮胎 还是给我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同时轮尖部分的线滑以后桥部分的轮尖锁指 并且去给到整个四驱部分一个更为好的这么一个轮胎抓地力 这样的一个逻辑为基础 让这家车型具备有了一定的脱困能力 那么稍微有些遗憾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轮胎的胎臂相对比较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说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这个车型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轮胎的选装 能够去给我们提供 那在整个车型的旁侧上面去看的话呢 你们就不但发现这个车型右后旋其实已经压得非常非常紧 大概只有两指的一个距离 而右前旋基本是一个拉空状态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车身刚性 以及车门部分脚链的一个强度 那么到了车身房侧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相信你们应该就能够从整个车辆的尾部 包括斜角部分这个画面当中 能够看到更多有关于这个车型前旋 以及后旋部分当前的一个姿态 可以看到后旋部分的拉伸高度 基本上能够到达一个手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了 也就意味着说这个车型目前整体的这个车身姿态 是一个完全倾斜 并且向右前侧去压的这样的一个挤压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考验到的就是四个方面 第一四个车门 第二有关于尾门部分的状态 那么尾门我们稍后再看 我们先来看的是前门 前门铰链 由于本身的这个车身倾斜速度非常非常大啊 可以看到在中段部分的这个支撑呢 比前段的也就是第一段最大开度的这个支撑力度相对要更大一点 但是中段部分的这个支撑 还是会略弱一些 可以看到 还是会略弱 所以以这个车型在目前它整车定位当中啊 也不难发现的是 这个车型目前它所定位的这样的一个取向就是舒适 并且是以民用市区为主 野外路况下呢 有这样的一些这种能力去应对 那么我们保留这个车型前门部分的一个开启状态 这个呢我得找个东西啊 去给它固定一下 好 我们暂时去用银拉瓶挤住这个前门 然后后门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由于相对于前门来说后门的重量会更轻 同时它自身的负重呢 也相对的这种状态会好很多 所以你可以看整体的这个段位上 要比前门的这个段位要更明晰一些 而且更容易稳住 当然这也是在后桥 你可以看到整个尾门高度非常非常大 姿态非常夸张的情况下 我们试一下 哎能够坚持一部分 但还是有些遗憾的就是 如果前门稳不住 这个是因为重量的关系的话 后门这边我们还是建议铰链 包括纤维器能够更强韧一点 那老规矩啊 我们也还是找个东西给它 放置一下你的那个饮料瓶 我们还是老规矩啊 去给它固定到这边来 好 基本上保持开启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右侧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再次回到了右侧之后呢 可以看到的是 目前这个车型的姿态就一览无语了 那我们还是先来看后门 后门部分的这个高度啊 是我们这次比较担心的一个点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凸起的这个场地当中 仍然是能够保留下来接近有 三指到四指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雨量 能够去保证你的车辆在发生一些这种 不太常见的极端姿态情况下 车门上的打开之后啊 能够保留一定间隙 车内的乘客也能够下来 前门 安全开启不用担心 所以就这点来说的话 整车在侧方这个部分离地的高度 应该是够的 但是考虑到整个车长相对比较长 接近五米多的这样的一个尺寸来讲的话 轴距又比较高 那这个时候整体的这个通过脚 还是对比一些越野车型来说 会有些车失和遗憾 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去选择这样的一款精致车型 因为舒适 呃相对应的精致以及内里部分的这种质感 才是这台车型给我们给到更多的东西 OK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尾门 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的是 在这个尾门部分的考验过程当中呢 会有这么几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首先第一 你的这个尾门的脚链刚性是不是足够强韧 第二车身刚性是不是足够好 扭转刚性这一块有没有问题 第三 是不是搭载了电动尾门 就这三点我们来测验一下 呃这个车型的开启按钮在这个位置啊 而且贴心的是林肯业在这边呢 给到了一个原厂部分的一个标贴用于做提示 可以看到尾门的晃动量很大 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呢 应对于像城市当中去使用的话 这种尾门的晃动量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应对于野外 这种尾门的矿量 包括这个脚链部分这块整体的刚性 以及尾门部分 自身在脚链成接面当中的刚性 需要进一步加强 那我们来看看它能不能关闭啊 可以看到它本身的错位是比较大的 是没有办法关闭的 我们将这个干扰的物品呢 尽可能往里推 然后呢再来试一试 这个时候就不难发现啊 整车由于本身的这个姿态上的一个迁移 它所导致的这个重心部分的平面不稳定呢 是以右侧这个部分为主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能够去看到的一点 就是有关于这个车型该去做优化的方向 也就是你这两侧的这个脚链 如果能进一步的加强 同时在这个旁侧部分呢 去给到一些突出这种倒背块的设计 那相对于它在去闭合的一瞬间 之前的这个阶段当中 就能够去把整个尾门 引导进它整个这个尾仓成接面的这个槽内 也就能够更好的去锁止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一个实验 我们来把这个车型开下我们现在的场地 来看看尾门能不能恢复正常 OK 那么现在呢 已经有我们的小小哥把这个车型 从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应试场地当中开下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来做的另外一组实验就是 你能不能恢复 因为据我们所知 好像有些车型是恢复不了的 这就牵扯到了一个问题 什么是竖性性变 什么是钢性性变 也就是不可恢复性变 我们都知道某台车型 在做这组交叉轴测试的时候 在他们自己的4s店跟前 上去一趟门关不上 然后下来之后门门变形了 你知道吗 就彻底是关不了 来小哥可以过来 我们一块聊一聊 刚才上去的时候你有没有担心 担心 有没有冲上机 担心 非常担心 害怕我搞坏吗 对 害怕我搞坏的话 这一个尾门多少钱 我先问一下 这一个尾门 有没有两万多是吧 两万多 我现在是觉得有点肉疼 但是还是要给我们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就是作为车辆 它的这个变形分为弹性性变和非弹性性变这两种 那么作为弹性性变是指 你在硬力状态下 它的这个形变是有一定的间隙和矿量 导致你关闭不了 或者说是它有一些变形对位不严 对吧 但是你只要回到平地上面 它会回到它之前设置的这个基础框量上 没错 这个叫做零件或者弓箭的弹性性能 对 然后它就OK 就可以再关闭 但是你可以回去做做功课 查一下看看我们哪一款自主车型 它是关不上的 这个事情前段时间闹的还是很 心里有数 心里有数 有数的话就不多说了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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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 就是这辆车型 目前它在浦岛攀爬当中的状态 那么因为这个车型本身 没有这个坡道缓降辅助 所以我们现在打算用人工的方式 来控制一下整个刹车踏板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车型 在下坡时候的一个状态 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 更多有关于这个车型 在坡道攀爬时候 四驱部分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挂到地挡 然后解除EPB给油 好我们现在呢 先看一下这台车型 目前在低速下去起步的时候 这个车型在前轮部分的 这个扭曲输出还是偏大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车型 它这个轮胎自身的一个 这种抖动状态滑动状态 这个是OK的 好我们现在呢 准备介入 这是刹车踩下一部分 大概有这么多这种状态 前旋部分的这个悬架支撑相当柔 相当柔 后旋部分这个时候应该是有一定程度拉伸 但是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打滑的问题 那这一点来讲的话 其实是让我蛮为意外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的是 像现在这种场地路况 它是非常滑的这样的一个土路 那从这种非常滑的这种 沙土路面上面去看的话 一般意义上的轮胎抓地 肯定不会太好 那这种抓地就是两方面 第一是躲拨缓降 第二就是扒倒盘爬 躲拨缓降这个部分呢 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车辆 自身状态也表现得很好 所以我现在逐渐理解了说 这个车型为什么它没有去给你给躲拨缓降 是因为只让你操作得当 而且这个难度门槛相当低 它就可以做到一个比较舒服的这样的一种 安全的这么一种表现 OK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车型 有关于它在 坡倒攀爬时候的一个表现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递挡 然后呢 就以当前的这个模式啊 实际的车速GPS显示为11公里12公里左右 我们控制在15公里以内 我们来看看这个车型四轮的这个 反爬能力表现 到了坡底呢 我们才会尝试吧 油门踏板踩到底 然后开始加速 好加速 14公里 13公里 这个时候就该给油了啊 给油 哇 可以可以可以 那你能够明显的看得出来 这个车型在整个前轮部分 拥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滑动量 那与此同时呢 我在去给油的时候 这个辫子箱本身也并没有输出特别大的 一种狂暴的扭矩 而是在缓慢的去推进这台车型的同时 再去给到轮间部分非常绵密的这种 TCS县力控制的一个标定 才让这个车型 从容不破的 在我们今天这个破道办法测试当中 能够去通过 这只是一个常规操作 递挡模式 什么都没有变 这一点来讲的话 其实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么我们这一次尝试性的在坡上停下 然后我们呢 再来看一看这个车能不能起得来四驱部分的表现 好吧 我们不妨升级一下我们当前的这个测试 我们争取爬到最陡坡的这个半坡 然后呢 我们利用它的这个驻车制动 但是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随着这个车辆上下起伏颠簸 所以说我的后轮是成一些这种滑动状态的 好 我们现在停下 停下之后你可以看到整车四驱轮胎抓地还不错 而且能够定到半坡上也没有大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切分刹车 然后给油门 2000多转啊 2000多转 我并没有给很大很深的这种油门踩踏 并没有 这种能力啊 你去让很多的一些这种专业类的四驱 专业类的这种四驱车型生产厂家 你让他去做 也未见得能做到这个车型这么从容的一个表现 真的就是这样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了 相当相当不容易了 所以我不知道我还能再怎么样去说 把这个车型整体的这种通过部分的表现 再去向你们去传达去表述啊 这个已经算是相当出色了 当然考虑到目前这个车型整体 它的这个排量是一个顶配版本的车型 2.7T啊 那这个排量部分在你车辆低转速情况下释放出来的扭矩 包括马力速冲其实也是足够大的 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是从这一点上去说的话 你还是能够去看去去明显的去感受的出来 说这个车型它现在整体的这个四驱部分的从容不迫 我现在在车里面真的是非常热啊 但是我真的是多多少少这个车有点上瘾你知道吗 所以你可以看那从这一期的这个车评当中也不难发现的说是这一次航海家呢 嗯也算是比较出色和圆满的完成他自己一个既定任务 这个既定任务就是他自己的一个设计目标和方向 完成了吗完成了基本上可以 那么在城市铺装漏放下来讲的话 我觉得在操控上面转向的精神度上面再加把劲 再设计好一些再精准一些 就是你比如说我正常的脑袋模式啊 你给我给到一个这种悠闲的这种驾驶状态没有问题 但是Sporting模式下 你是不是可以给到一种可变的这种转向持比 哎不一样的性格 那再说到的是悬架部分方面 悬架部分方面来说我们还是认为说多少能够去给到一些强烈的支撑 能够让我的驾驶变得有乐趣一些 而并不单单只是一个舒适 但是我们刚说到的这一点 其实在今天的这个野外部分模块下的这个测评当中还是有惊喜 就是首先这个马爬轮胎没给我们丢人 也没有给我们说特别大的一些压力 说我爬坡爬不上去打滑 或者是轮胎扎坡啊什么两千八糟都没有 即便是很薄的台币这种台下 因为刚才你可以看到 这么薄啊压了差不多一半下去了 还有就是在坡道攀爬路况下呢 这个车型的四驱还是给我包括给你吧 因为你们可能也没有做过这种测试 以后你们给销售去说 就是作为销售给顾客去做的时候 可以设身处计告诉他 我们这个车型具备有一定的野外路况下的盘盘能力 这个轮胎也不错 但是如果你有需求 你可以去买更专业的轮胎 目前这个车型整体的表现来讲的话 是超出它自己的设计预期 并且能够达到一个让用户去满意的这样一个阶段 我觉得是非常满意的 OK 那么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这里是零九九一车评中心 我们下一期新车型录测的时候呢 再见 收机位 然后确实可以 然后再调下辅速按照再调下辅速 这呢 行动做它 行动 好 OK 那么现在我们今天完整的测评一天的这个内容 基本上完成了 嗯 还是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面孔啊 请您做个自我介绍 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肯的怎么说呢 林肯的一名工作人员 陪着这位老师来过来做一些汽车的测评 然后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林肯国产航海家的一些性能 不合格啊 你这个介绍是不合格的 首先你要说你叫什么名字 然后来自于哪家3S店 啊 是这个情况可以介绍 没有问题 来 哈喽大家好 我叫佛宁姐来自温慈林肯中心 怕当镇了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其实实际上现在我们就要体验的就是有关于这台车型 在完整的这个测评模块进行完毕了之后 山区路上这个提点 因为你作为一台SUV 你要没有山路体验的话 是不是有点缺失啊 对吧 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减速带啊 30码的车速过这个减速带啊 说码不太准确 也说30公里每小时 对啊 很干脆很利索 而且没有太大的颠簸 这一点来讲的话 其实已经是人所共知事情 我们也就不用再多说了 自己自己去体验就可以了 现在主要就是来体验一下山区部分的动力 以及操控 还有就是这个愉悦度的这样的一些体验 2.7T的这台发动机在中段的这个动力储备上面来讲 跟2.0T比简直就是天上之别 那V6就是V6你没有办法 对 而且这个油门你都不需要去过度的去催逼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踩踏深度不用太深 你都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哎我这个动力储备是OK的 转速一直维持在一个中间点上 然后呢 那档位的接续也是很从容 比如说刚才这一段轻微的这种加速啊 这种简单的一个加速流程 就是这样 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现在打方向的这个手啊 转这个弯道的时候呢 看到吧 它就是差一点意思 欠一点方向 所以对于这台车型来说 整体的这个定位还是如我们之前所说 舒适 带一定商务属性 那家庭成员出行开这台车型的话呢 也具备有一定的这种野外路况下四驱的这边出色的一些表现 对 但是遗憾的地方还是不够运动或者说不够精准 这个也确实腐坏它的定位 咱们也没什么话好说 只是说一些建议 看能不能给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调调方式出来 舒适为主 对因为现在买这个车这个车这个人群年龄普遍降低了嘛 对啊 普遍的是有年轻化的趋势嘛 年轻人比较多 哎 马爬这套轮胎呢还是提供一个不错的这种侧向部分的支撑能力啊 然后我们前面居然还有一台这个高速 这狗夫同学为什么会这么慢嘞 我们再点着这个狗夫往前跑 狗夫同学是不是有点不开心 OK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尝试性的进行超车 好我们在20的那个牌子那儿呢进行这个减速啊 减速 可以看到刚才减速的时候我还稍微带点方向 但是这个车型整体来讲能够看得出来现在目前的状态就是 它带方向踩刹车的一瞬间右前旋往下压了一下 而且压的这个幅度还不小 但是整车稳定下来这个姿态呢还可以 是回弹的速度偏慢 也就是说它是揉回来的 它不是一下给你顶回来的 这一点上面来讲 我都要跟你去有个沟通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车型它的输出度就在这个上面 特性也在这个上面 对啊 但是像这种比较中性一点的这种减震部分的调校呢 它对于你的这个转向部分 包括推头部分来讲 对我们说转向不足的这一块来说的话 是有一定情运影响的 这个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明度变现测试当中 轮胎的痕迹上面也能明显的发现这一点 然后呢就是有关于像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更多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是这个车型整体的特性 整体的特性上面来说的话 无论是我们刚才怎么去踩它 然后以什么样的这种方式和姿态去过弯也好 如何也好 其实还是能够给到我们相对一个比较安静的车内的环境 这一点也是林肯在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些个体验当中吧 一直能够维持下来的一个传统 然后果夫同学 简四代 你们自己去想 包括我们前面的这个解答或者简四代 基本上也没有一台SUV像我们这样这么从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见人见智 见人见智 买一台轿车和买一台SUV的区别或许就在这 一般意义上的这种烂路我们随便走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现在是颠簸路况啊 就是你们所谓的坐船 左右摇晃 左右摇晃 各种天平 秋千 摆锤 反正大概其实是意思 过山车 过山车就算了 过山车这车达不到 就是它的这种颠簸是可以通过相对叫 中庆或者说偏大一点的这种摆幅去吸收 你去用很小的摆幅去给到的一些这种明显的震动和位移 所以人坐在这个车达上面 我们现在哪怕有20公里或者甚至是 接近30公里的车速 我们去到这路上走的时候 只要你不害怕你的前杠被蹭倒 其实实际上输出度是能够有保证的 这是为什么说像这样一台输出度为主的SUV 所以更多人愿意接受的原因之一就是 我或许不会拿它去越野 我或许不会拿它去做更多 玩与这个严苛路况下的一些应对 但是一旦有了这种情况 只要不磕碰到车辆的话 我还是可以做到相对很舒适 或者说很舒服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他在让你 没事 我们松高高 对 我们让一让人家 起成吧 好像是250 起成的 好像就是250 又回到了水泥 我们现在就回到了水泥 不是水泥 不是水泥 我们现在就回到了柏油路面 但是这种柏油路面 其实实际上相对来讲湿滑一些 也不是湿滑 就是打滑一些 因为路面上面还是有一些浮屠 对 有浮屠 石子尔 沙尘 就是科研一个轮胎的抓地力 对 所以风沙治理是我们接下来新疆面临的更厚 更靠厚的一个问题 但是这些年确实 环境部分得到了很大程度上改善 沙尘暴也少了很多 对 这个车你开到100 或者100更多 是没有感觉的 这车比较窜 它不是窜 是它的这个后劲比较充沛 还不会有那么明显的一些这种纠结点 我们现在利用这个直线段进行制动 因为前面有一封骆驼 小心一点 人家是保护动物 骆驼宝宝 它还有没有成年 嗯 小骆驼 我们摇一下窗户看看 小心它吐那口水 它不是羊驼 羊驼会 但骆驼不会 嗨 骆驼看我吗 骆驼其实很漂亮 真的 这属于是在 沙漠之洲 对 沙漠之洲这是咱们说的 就是你能见到的很多的这种物种当中 骆驼属于是它有它自己独立的那种性格 温暑 处理的魅力 你能从它的眼睛当中看出很多东西 这个很治愈你知道 那是它的窗户心灵 对 我们来看一看这种相间小路啊 然后这一台这种中大型至尊单 最后也能够有一个比较 有人有余的表现 目前76公里米小时 我们开慢一点了 也不用太快 路况OK 这个玩过的还行 可以 但是 你看我刚才做这个转向盘操作的时候 这个转向盘它就不是很精准 所以就这一点有点虚位 对 对 你要二次调整 这一点来讲的话是有点可惜的 这个部分我们要慢一修 来 托一个坑 绕一个小坑 再走一点啊 这个烂路 然后绕一绕 好 然后我们再继续 在新疆的春季 每下一场雨之后 树木就会更绿一层 就会更绿一些 所以空气就会更好一点 就逐步的摆脱春天的阴霾 不对 春天的这个北湾 春天到底走不走了 也不知道 好像新疆没有春天湾 冬夏交接 直接冬夏交接 这一期呢 其实让我就不用再总结太多东西了 因为在之前的时候你们都看到 车辆的一个真实表现 包括整体的一个表现商来说的话 虽然是一台梳张有度 可以让你闲情抑制 也可以让你 稍微开快一些的这样的一些车型 但是运动可能有些不足 对 就这样一台车 然后四驱部分的表现 确实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一些惊喜 这也是 这一台全新的这个航海峡 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更不一样的一些东西 因为你对比一些这个灵魂以前的车型 比如说老款的这个大陆啊 老款的MKC MKZ等等等等这些车型了吧 脱胎范骨 一点都不会过 所以就叫全新一代 全新一代 就这种轻微的电波 这车就可以上下起伏 有些人可能会因此而晕车啊 但是 如果你不晕车的话 可能就会比较享受这种坐船一样的感觉 前提是 其实你真的是能够有一定这种抗旋运的基础 所以就说是像这种车型 其实更不适合开开 而是适合放慢 你去享受 就像开了一台Lossless E了 目前这个车型的这个定价政策 你了不了解 定价政策 这个我们到店相谈 到店相谈 对 因为我们还有一些优惠的政策 还有优惠 就大概优惠能够到上 能脱偶一下 正常优惠来说 正常优惠 我们还是到店吧 还是到店 时刻不忘销售本色的庞嘎这位小哥 这个我也是拿办没办法 还是很感谢这一次的这个车型的提供商 米东区 林肯铁中心给我们给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车确实也不错 也比较争气 就什么时候能够再便宜一点 我也能买得起就好了 目前来说我只能买得起冒险家 哈哈哈哈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这里是0992车评中心 我们下期测评的时候再见 也欢迎大家随时到店 或者是在你们全国各地 其他的一些分支销售网络当中 去体验到这样的一台车型 我相信这个车型 应该不会让你太过于失望 然后也不会让你太过于纠结 当然像这个车型自身2.7T V6的这个引擎 它自身所化掉的这个油 你们心里面要有个数 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 想要使那个油的话 2.0T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